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,也许对美国来讲是噩梦,但是对于反法西斯阵营来讲,却是令人高兴的一天,因为日本的这一举动,势必会引发美国参战,有了美国的参战,法西斯阵营离失败的日子就不远了,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国作战呢? 很多人都觉得日本疯了,都替德国感到可怜,说德国在欧洲有个猪队友是意大利,在亚洲则有个猪队友叫日本,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我们仔细留意日本偷袭美国的时间,那个时候德国和苏联正打得火热,那么日本攻打美国会不会是为了帮助德国缓解压力呢? 显然不是,因为当时美国并未参战,那究竟是什么让日本做出如此令人感到不解的举动? 其实只要留意美国在被偷袭之前的种种举动便清楚了 1941年8月,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全面贸易禁令,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,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日本自然不乐意被美国这么对待,要是资源供给不胜,日本的侵略成果只能全部吐出来,这自然是日本不想看到的 于是日本的杀星在这一刻燃起了,但日本和美国的矛盾并不是只是在这一刻才凸显出来 早在日本对中国全面战争的时候,日本为了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,就炸沉了许多美国的商船 并否认了九国公约的门户开放,并扬言要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,这引起了美国等国家的不满 美国的亚洲舰队司令就曾对日本的扩张表示担忧 他认为,如果美国放任日本侵略中国,那么就等于美国放弃对亚太的控制 因此,美国对华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变,开始对中国进行援助 并随着美日通商条约欺瞒,美国不再与日本续约,并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 所以归根结底,美国是为了拥有亚太地区的控制权,而打击日本 所以日本走到跟美国开战这一步,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逼的 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,日本只能南下开拓资源 而日本南下势必会加剧美日的冲突,与其坐等美国宣战,不如先发制人 所以日本最后才会破棍子破摔,偷袭珍珠梗 想要将美国扼杀在摇篮里 只不过最后事与愿违,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最终征服了日本